蒋鱼于2001年移民来到加拿大 曾受邀于公民入籍典礼中 向新公民分享自己的历程 他两次入围前25名加拿大移民奖 并获得多个奖项 包括专门用于奖励移民妇女 对加拿大贡献的Catherine Partrell奖 新时代电视颁发的生活风采奖 多伦多华美奖 安省十年义工奖 和女王七十周年白金纪念勋章 蒋鱼的女儿在两岁时被确诊为自闭症 后被医生宣布终身无法治愈 在和自闭症做斗争的同时 他希望把自己当时走过的坎坷 但颇有收获的经验 分享给有类似情况的父母 在2012年创建了天才服务中心 这是第一个以普通话为主 为特殊儿童家庭提供全方位服务的非盈利机构 已经服务了超过1000个特殊家庭 并且在2015年创建新之家自闭症治疗中心 对特殊儿童进行语言、认知、行为习惯等专业培训 成绩显著 帮助多个儿童基本摘掉自闭症的诊断 所以我们 giờ可以做了好事 我们再次行证明 我们先证明 期认识 再次行证明